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层次越低的人越是如此 他们的可悲在于 他的心思不再怎么去提升自己 而是看到身边的人成功了 便想方设法抢人家拉下来 这种人真的是幼稚 自己不去努力就算了 还想拉着别人跟他一样 插摩武俊在嫉妒心理学说道 嫉妒能使亲密的好友翻脸 双方都会受到伤害 可以说他是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感情 象征着人性的弱点的一面 一 别高估任何关系 能够伤害你的人 往往是最了解你的 往往见不得你好的人 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 别不信 见不得别人好 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好 是嫉妒 一个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他的身上总是长满了嫉妒的词 让人敬而远之 他们见不得你过得幸福 一定要踩上一脚 让自己心里平衡 他们不愿意承认 别人比自己优秀 千方百计的贬低别人 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有段时间工作受挫 心情极度郁闷 在深夜里忍不住发了崩溃两个字 以为悄无声息的 没有人会发现 结果 还没来得及删除 却有朋友在下面跟平说 知道你过得不好 我感觉很开心 那是我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 我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和他讲的关系 只不过后来 遇到一件事时 两人无法达成共识 就渐行渐远了 看到他的评论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就好比你发了一条贴文 说自己弄丢了钥匙 进不了家门 结果没有一人站出来帮你 却都在 慌不爹地点赞 那一瞬间我就知道 我和他的有情 也仅止不于此了 从此后 不是到非他不可的时候 恐怕也不会再主动联系了 成年人的有情 有时候就是如此脆弱 当你看透了一个人的内心后 很难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曾经你以为你把心掏给朋友 却不想 别人未必都是会 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的 人性中有一种恶 叫见不得别人好 东野归吾的作品恶意 爷爷口修和日高 是从小到大认识的伙伴 都曾受过校园欺凌 只是日高从未选择过妥协 而爷爷口修 最后站在了欺负人的一方 长大后 日高在文坛上大放异彩 爷爷口修 只是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 两人再次相遇 日高非但不恨爷爷口修 还把他当成朋友 不遗余力地帮助他 给他介绍作家 推荐他的作品 然而日高邦言却在出国的前一晚 在家中被杀 命案现场的发现者 是他的妻子 以及同样身为作家的同窗好友 爷爷口修 警官家贺公一郎 参与此次案件的调查 经过一连串的抽丝剥茧 从现场的烟头 以及死者的朋友 爷爷口修的口供中 确定了他就是凶手 原来 日高在文坛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也有了幸福的家庭和温柔的太太 爷爷口修却得了癌症 并因此丢了工作 凄惨落魄的他 看到日高所拥有的一切 心里极度失衡 他的杀人动机 竟然是 总之我就是看他不爽 这种恨意驱使着他杀死了日高 并在其死后 尽一切可能地让其身败名裂 就像一句话说的 一个人可以允许陌生人发迹 却不能原谅身边人的上升 看到一句话说 人内心深处的嫉妒 是恶的根源 一旦失控 便犹如猛兽出笼 可怕至极 深以为然 严重的嫉妒情绪 其实是一种弱者心态 说白了 就是自卑 因为自卑 所以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也就更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人生很现实 人心也很难测 曾经你以为最好的朋友 往往 并不一定会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这个真相 确实让人感到扎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因为那些摸不着的 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往往很难真正刺激到他 而你就在他身边 你的一切 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或许他还会想 凭什么 都是一样的起点 你却高他一筹 他却不想你获得成功的背后 是否付出了 他所不能付出的艰辛 三 见不得你好 父母爱情中 葛美霞是安杰的闺蜜 两人出身相似 命运却天壤之别 安杰的背后 有呵护他一生的江德福 所以 即使在动荡的年代 也没有受过什么苦 但葛美霞 却处处碰壁 不但工作难找 情路也坎坷 没有男人敢娶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葛美霞有了嫉妒的心理 内心极其不平衡 为此也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 他带着画家夏老师 去安杰家喝咖啡 安杰是有夫之夫 夏老师也有家庭 原本 在封闭的岛上 就很容易有流言蜚语 江德福曾因为安杰给夏老师当模特 而感到十分生气 所以为了避嫌 安杰特意和夏老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可葛美霞却主动把人送上门 把一个已婚男人 邀请到一个已婚女人家里做客 并且趁其丈夫不在家 周围人会怎么看 作为朋友 葛美霞最应该做的 是主动帮他避嫌 可是他不但不想办法 反而火上浇油 看安杰的笑话 这不是什么情商低 而是见不得别人幸福安稳的日子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曾经问 先生 请告诉我 为什么心怀嫉妒的人总是心怀沮丧呢 他回答 因为折磨他的不仅有自身的挫折 还有别人的成功 别人的成功 更加衬托出自己的失败和无能 所以让他在无形中 把自己与别人对立起来 于是 在嫉妒的人眼中 幸福不是自己得到了什么 而是能让别人什么也得不到 人心是复杂的 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思想 但能做到的 是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强大 虽然可能无法避开身边的人或事 但做什么事 如何抉择 最终权力 还是在于自己 如果身边的人动不动在你面前搬弄是非 对你的好熟视无睹 甚至还想左右你的思想 那么 不管他是谁 你都要尽可能地远离他 因为 你不需要这样负能量的朋友 并且 你们的思想 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他也不可能给你带来 什么有建树的提音 话不投机 半句都嫌多 无需因为旁人而苦恼 过好自己的生活 走好自己的路 这才是你最应该做的 其余的 就让别人随便说去吧 毕竟 你活在这世上 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生的 四 与其眼红 不如努力 一个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格局肯定不会大 而这样的人 往往也不会过得有多好 自己不够努力 就去贬低别人 殊不知 在酸别人的同时 也折射出了自己内心的弱小 见不得身边人好 只会沦于平庸 真正有大格局的人 会看到别人的好 更会去学习别人的好 而一个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永远不会有大格局 作家善古墓说 有些人 就算你没得罪他 他也会嫉妒你 诋毁你 甚至想毁灭你 嫉妒 大概是人性里最可怕的东西了吧 他会将纯洁和善良 变成冷漠和虚伪 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罪是为人刻薄 恨人有 笑人无 世道变坏 是从见不得别人过得好开始的 见不见得别人好 最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教养 因为嫉妒 所以甘心变成恶魔 摧毁别人的美好生活 别人一旦有任何出众之处 或比他强的地方 就想尽办法 打压坑害 不管是不是与他们亲近之人 都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不要嫉妒他人的幸福 他人的幸福 依靠双手赚来 嫉妒人的成就与拥有 注定只能举举独行 心里注满阴满 与其眼红别人 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